欢迎来到《城市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玉古瑶斩获新冠军 霸气当选7月播放量T.O.P.E,实至名归 近日,青年演员肖战和任敏合作主演的热播剧《玉古瑶》 同样是捷报频传,和肖战另外一部梦中的那片海一样 互不相让玉古瑶同样斩获新荣誉,夺得收视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玉古瑶成功当选为7月网剧播放量T.O.P.E 取得这样的成绩,本身就是实至名归,肖战当之无愧 据悉,肖战新剧玉古瑶同样斩获了一个新的冠军头衔 在官方公布的7月网剧播放量T.O.P.榜单里玉古瑶 成为了当仁不让的T.O.B.E,紧随其后的市场风度和常相思 都是观众非常喜爱的好作品 对于肖战主演的玉古瑶来说,取得这样的成绩再正常不过了 肖战总能带来惊喜,从来都没有让观众失望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大家都非常开心,纷纷为肖战送来了祝福 恭喜肖战,也恭喜玉古瑶 其实直到目前为止,在影视剧领域里影响力非常大的作品 少不了肖战主演的《玉古瑶》和《梦中的那片海》 如今这两部剧都已经轰轰烈烈收官,但是很明显并没有结束 还在陆陆续续登上各大平台,重要性可想而知 总之恭喜肖战,不愧是观众们非常认可的实力派演员 接下来的肖战还有娇洋伴我,希望可以早点播出 相信依然会轰轰烈烈 另外肖战还有一部新电影《射雕英雄传》 希望肖战在剧组拍戏一切顺利 肖战非常棒,继续努力吧 肖战射雕英雄传不仅有3D还有IMAX,一场试听的饕餐盛宴 肖战每天在剧组辛苦搬砖,酷热难耐的天气 但对这个角色的挚爱和与徐克合作的默契 拍摄期间所遇到的一切困难和阻碍也甘之如疑 因为是金庸诞辰百年献礼之作,而且有众多打斗场面 因此这部电影在制作上不仅使用3D,还有IMAX 届时观众就可以坐在电影院窃窃实时享受一场试听的饕餐盛宴 无论是金戈铁马的豪情岁月,晚宫射月,岁里挑灯看见,梦回吹脚连营 还是最后襄阳失守时,夕阳残照,哭红遍野,抬望眼,仰天长笑,撞怀激烈 都会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因此更能被这首英雄悲歌触动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网友在知道《射雕英雄传》会以这样的红篇巨制呈现在大荧幕,也都欢欣雀跃 纷纷表示,这对一次也没抢到话剧门票,没见过真人的我真是诱惑太大了 我要从第一排欣赏到最后一排,每个角度看过瘾 幸福触手可及 真是陷入两难的境地,既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肖战和徐克可以细细打磨每一个动作,每一处剧情 又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早早到官宣定当那一天 看了那么多版本的《射雕英雄传》,但在大荧幕上看到会挽雕功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热血镜头,还是令人想想就激动不已 郭靖从二十多岁镇守襄阳,到六十多岁时襄阳被蒙古铁骑攻陷,他的一生与襄阳城结下不解之缘 他曾和阳过并肩,将骁勇善战的忽必烈打得落荒而逃,也曾在爱女郭襄被掳,内忧外患之时,与中原豪杰合力守住襄阳城 最后一场襄阳保卫战最是惨烈,那些当年和郭靖一起浴血沙场的,有的已经不在人世,有的看清南宋朝廷的腐败,心灰意冷,知道襄阳失守只是时间问题,有的如阳过一样不想卷入这些事是非非,只想在乱世中独善其身 只有郭靖,胸中的一腔热血从未冷却,壮志豪情从未消退 镇守襄阳多年,他比谁都清楚,南宋已是强弩之末,蒙古大军来势汹汹,势在必得 捐屈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此时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郎,两鬓染霜的郭靖,却向一株傲骨正正的轻松,摆折不挠,以自身的人格力量立下示范,带领襄阳百姓写就一曲荡气回肠的英雄悲歌 有徐克,肖战的精心打磨,有3D和Emax效果加持,会让观众更好地沉浸于电影所展现的场景中,感受到更加震撼的视听效果 你听说过肖战的舞台之路有多令人惊叹吗? 肖战,这位年轻而才华横溢的明星,一直以来都以其出色的演技和可爱的形象在娱乐圈中备受瞩目 肖战从小就展现了出色的舞台才华,在家人的支持和鼓励下,他积极参加各种演出和比赛,一步步向着自己的梦想靠近 年少时的肖战曾在校园比赛中获得过多个舞蹈类奖项,这也为他后来进入演艺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好这个月亮舞者的明星梦 在参加选秀节目时,有评委对肖战的能力和未来表示怀疑,认为他只适合做舞蹈专业而不是演艺圈 但是,这位坚毅的少年并没有因此放弃,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和潜力 肖战开始参演各种电视剧和舞台剧,他经历了无数的努力和付出,每一次的演出都让人惊艳 他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演员,还担任着舞台剧制作人和艺术指导的角色,在每一台作品中都有他的才华和汗水 肖战的舞台表演给观众带来了无限的惊喜和震撼感,他的热情和敬业精神影响着每一个看到他演出的人 不只演员身份,肖战还是一位优秀的歌手,他的音乐作品深受粉丝喜爱 他的歌声独特而魅力,每一首歌都承载着他的情感和心情,深深地触动着人们的心 他背后的努力和付出,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梦想,更是为了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感动和欢乐 他的努力被广大观众所认可和感动,他的演绎生涯也因此蒸蒸日上 肖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只要有梦想,只要付出努力 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